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超盤一哥 我是王海花 昨天下跌作收 然後昨天晚上的美股 原本 Nextech跌了2%多 廢城半導體跌了3%多 原本又是一個很 肅殺氣氛非常嚴重的一個情況 尾盘往上拉抬 Nestec跟费城半导体都只跌0.5% 可是原本上涨的道琼指数 最后是收跌的 代表现在是什么氛围 现在是一个 我认为是开始慢慢的 钱不再敢大举的进入股市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一个缓跌的情况 所以说昨天也是有会员问我 或是有粉丝问我 他说现在我空的 我跟你老师空的股票 怎么好像跌的没有那么多啊 会不会续跌 如虹1476的如虹 我们空在330块左右 他说现在只有319会不会续跌 所以我就说很多的人担心的事情不一样 然后呢有一个 不是会员 一个观众打电话进来 请我做 请我帮他做持股诊断 他就有一档 大与之说买在260 跟某一个老师买在260 大与之最近的新高是261 那一天涨停板吧 涨停板涨停板在261 也是整理了一段时间 然后呢突然跳空 开始涨停板 买在那一根 看起来好像是平台整理完要开始发动 结果呢 中错 涨完一天以后开始连续跌了三四天 就问我该怎么处理 所以说这两个 你看这两种人 一个是卢宏 卢宏赚了赚了一万块 一张赚一万块而已 就在担心 我们的会员或是我们的粉丝 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怎么赚的没有那么多 可是别的老师的会员 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的不一样 担心的怎么会 在一万点买的股票还亏损 我们是担心怎么赚的没那么多 人家是担心怎么亏的这么多 两种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情境 不同的一个情况 投资市场就是这样子 有时候你赚太少也心情很差 有时候你亏太多也心情很差 只有真的被你赚到一笔大钱 你才会开心 很多的情况是这样子 好 讲到这边 我们看一下今天 目前的一个期货走势 目前因为昨天美股是 有点逆转 跌幅缩小 所以我们今天是小红开出 现在上涨了16点 那今天要怎么操作 对不对 很大家都在想 今天怎么操作 开始操作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这个礼拜天6月18号我在台北要办一个紧急的讲座 是针对抢先布局回档50%的标股 对于你有股票有问题的或是你想要知道我们要布局哪些股票的 也可以来参加 或是你想要知道我在期货上面是怎么操作的 期货数倍翻的实战解说 实战解说我现在 在现在跟你讲一下我们的指标 怎么样把这个点数赚到口袋里面 好当天也会有实战的你要来看我的软体或是想要知道我的操作理念的 都可以在当天来参加这个讲座 所以以目前来看 好现在是五分线 以目前来看 这边叫做上轨道 这边叫做下轨道 这边叫做减 这边叫做加 这个又是一个双箭头 好你看得懂吗 投资朋友你看得懂吗 你会觉得看不懂 没关系 好你先看一下哦 这个双箭头一个减号一个加号 绿色的减号加号 这边有一个下轨道 这边有一个上轨道 我就说你不用担心了 好我的指标有两个特色 哪两个特色 叫做简单到不行再简单了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专业到不能再专业 就这两个特色 我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都写在指标里面了 然后再把它简化 让所有的用户都可以看得懂 你只要会用电脑的 好你只要会开机的 然后呢你稍微有用过券商的软体的 你有用过电脑下单的 你都很容易就会上手 一天上手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 一分钟上手教学 总共三张啊 三张字卡 不要跟我说说明书写一本啊 很多人说明书写一本 基本上写了一本的书 你要回去翻 翻到最后 那个东西都已经太复杂了 最简单的 来你先看一下 一分钟上手教学 这个绿色就代表是空头走势 好只要是你很明显嘛 跌的时候是绿色的 所以你顾名思义 你想一想 绿色的时候 绿色的符号就代表是空头走势 绿色的符号的加 就代表你要去 在空头走势 你要去进空单 这个减 绿色的减就是空头走势 你要把你的空单出掉 好很简单吧 空单出掉的时候 就是代表它有可能会反弹 你偶尔可以在这里去做多 这张纸讲完了 来看一下 减 减是不是出空单 空头走势的减 出现这个减码 就叫你空单减码 然后呢 如果你在家 或是你在忙 可以怎么样 可以调整有声音 对不对 你不用坐在电脑桌前面 直接在这里 告诉你这里空单减码 所以昨天怎么操作 昨天跌下来 你不要去追空单 因为跌在下轨道之下 然后呢 这边叫做空单的减码 如果你要做一个短多 也会赚钱哦 我们指标你可以去做一个 你可以用这个指标来 让你随时随地 你可以在这边操作 如果假设你要在这边做一笔多单 你看这笔单会不会获利 你可以退后一点 这边是不是在10138 10138这里进了一笔多单 或是你在这边把你的空单减码了 然后呢你就看 涨上来转了 再涨再涨 通常空头走势 你空头走势的反弹 反弹个30点 它就有可能再转空 你就可以继续观察 这边继续 继续横盘在这里 涨上来咯 涨上来 如果你是在这边做了一个短多单 我觉得涨上来这边 你应该准备要获利出场了 因为是空头走势的反弹 你只能做一个短多 然后呢 这边是不是开始又涨上来了 涨到多少 10153 你1013几进的多单 10153 做赚了15点左右 应该可以出场了 然后呢 继续报的话会怎么样 是不是这边出现一个空单的加码讯号 这个加就代表空单加码讯号 有没有听到声音 有没有听到声音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在电脑桌前面 它也会告诉你现在要准备进空单啰 进在哪里 10151 原本这一笔多单出在10151 然后呢 这笔空单进在10151 是不是这边上来也赚 然后呢 继续报变成转成空单啰 然后呢 是不是开始跌了 是不是已经跌到10132了 对不对 这边已经赚了20点左右了 诶 这边是不是开始打到这边 是不是打到这一条就下轨道 已经10123了 这笔单已经赚了30点了 打到10123了 这边下轨道什么意思 是不是再看一下 我跟你讲总共只有这两个进出场的关键 一个是做盘整盘的 一个是做趋势盘的 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写成了指标 盘式只有盘整盘跟趋势盘两种 我的指标就把它写出来了 来一分钟上手教学 诶刚刚指数跌到下轨道啰 跌到下轨道你应该做什么动作 如果是当时是空单 你应该怎么样 准备要平仓了吧 这里你不要再追空单了哦 偶尔要做多 代表来到下轨道区指数已经超跌了 好你在这边盘整区来到下轨道 你可以把它平仓了 好这边是一个出场点 来到下轨道代表它有可能会反弹 昨天的情况就是这样 你可以在这边选择在这边平仓 你也可以续报 因为这边是空头走势 好昨天的收盘 基本上昨天的收盘也差不多 10120 如果你平在这里是平在10123 平在这里是平在10120 好昨天的情况就是这样子来操作 那今天呢 我们把数据更新一下 今天的目前的情况是不是在反弹 反弹上面这边是有一个叫做上轨道的地方 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现场的教学 来到上轨道的时候 如果你认为今天有可能 开 往上然后呢会无力 你会觉得今天可以放空 你就要在上轨道的地方去放空 所以今天的上轨道在哪里 可能10145左右 好10145左右 这边是一个压力 可以在这边去偏空操作 然后呢等会也会出现这个讯号 也会出现这个讯号 这个讯号就代表空头的走势的加码 等一会可能要跌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这个空头走势的加码 好 还没出来嘛 出来的时候会有声音 我们可以放着等等看 等它出来的时候会有声音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把它缩小 这个减 减就是多头走势多单的出场 代表叫你在这边去放空 这边空头走势的加码也是放空 多头走势的减就是放空 空头走势的加就是放空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空点都非常的好 你要看一下 你要如果你够专业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减在这里空 空的点位都非常好 这个空的点位也都非常好 都是有获利的 可以把它放大给你看 有没有 空在这个点位 已经是一个上涨以后呢 起跌的第一根 这一根K棒 你的指标要能够空在这里 真的是很厉害的 很多的指标空在这里 空在这里 代表我们的指标是全台湾最强的指标 所以怎么样 我也是空在那里啊 我6月9号也是空在这里啊 10243 6月9号10243 空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来到上轨道 直接开高在上轨道 我跟大家讲 这一天是最容易获利的一天 开在上轨道 然后呢 空在最高点 指标跟老师全部空在最高点 现在就算反弹 今天涨了13点 然后呢 10131 我们10243也赚了100多点了 就是这样子来操作 好 抢先布局回档50%的标股 我们下阶段要谈股票 这阶段是讲期货 期货你要怎么样倍数翻 倍数数倍翻哦 数倍翻了一个实战解说 6月18号台北的紧急演讲 你想要知道在哪里 然后呢 几点钟广告之后把电话拨通 我们下阶段谈股票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运达投顾汪老师免费讲座 要告诉您 抢先布局回档50%的标股 与期货数倍翻实战解说 6月18号台北厂 请您立即拨打恰群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一纸旧世界 天然每天 现在的环境 就是你要把你的多单 慢慢的减码了 然后呢 把你多单原本赚的钱 我们大赚了四五十%的钱 然后呢 去布局空单 空单再跌下来 再赚个四五十% 你又资产又更多了 你会有更多的钱 去买更多的便宜的股票 去再做多上来 让你的资产 持续的往上不断的迈进 所以你看一下 我现在就是照着这个策略在做 6月9号 上个礼拜五 你不要等到这个礼拜一大跌 你才去布局 6月9号跟所有的会员讲 很确定的空头标的是哪一支 3630的新巨科 4994的传奇 2498的宏达电 这三支空单请重压 6月9号请重压 我们原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调节了 茂莲从160 170 174再买 连续买进三次 然后呢在231出一半 你没看最近茂莲 特斯拉在涨 他也是上来 然后呢 常常收黑K 你从这边又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上面有人在偷卖了 所以你要再提前先重压 然后呢 昨天我跟大家公布宣布一件事情 昨天我的股票 6月12号 我的股票多头部位 出掉了非常多 现在只保留 8436的大疆 2344的华邦电 3665的茂莲 跟3481的群创 这四档个股 是我们会员现在 手中有的其他全数获利出场 然后呢 空头的股票全部报老 所以我就说 我从9100点开始一路做多上来 做多上来 然后呢 在9950点左右 开始慢慢的把股票出掉了 出掉以后 转进空头的股票 布局 这才叫做股票的操作方式 华邦电怎么找出来的 所以我说你也要靠指标吧 华邦电这里叫你 要开始卖咯 减码哦 S就代表钱 钱的符号 就代表你原本做多的 在这边可以减码了 是不是从19块跌下来 现在进入盘整区 盘整区它现在还是多头 还有可能再继续涨 因为现在低润半导体类股 还是需求很强劲 我们在这里买的 在这里买的 2月17号 这一天 当时股价才11.75 我们在11月20号进场 出来以后研究一下它的基本面 发现华邦电基本面非常好 我那时候就po在Facebook上面 我说华邦电基本面非常好 去年赚了接近1块钱 跟台胜科一样 台胜科去年赚0.9几 华邦电赚0.9几 台胜科原本也是亏 台胜科的净值也不高 它从35涨到100块 然后华邦电净值12块 股价11块 股价净值比不到一倍 然后呢现在也是缺货 台胜科也缺货 华邦电也缺货 也是大家追着它的业务在跑 客户需求很大 那为什么台胜科从30几块 涨到100多块 华邦电还没有动 所以怎么样 市场第一个 跟你讲买华邦电的 就是本人 11块多买进 飙到19块 涨了七八成 这边很多人开始叫华邦电 可是我们是买在这里 怎么找到的 用电脑选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电脑怎么样选股票 这个礼拜天的紧急演讲会 你可以来看 选出来 我在帮大家精选出来 那就会是一个标股 标股的形态是什么 你看了我的指标 你就会发现标股的形态是什么 盘整 有没有 华邦电打了多久的底啊 盘整多久啊 开始飙涨 飙涨完以后 回来这边就是 告诉你这边是最好的进场点 这一段告诉你 华邦电是会涨的哦 它在六个交易日涨了30% 然后呢出现解码的讯号 回来这里是最佳的进场点 标涨标涨一倍 从这里开始就买进了 不要说很难 不要说我的指标很难 我跟你讲 股票的话就 加就是进多单 然后呢 不会放空 这个减号变成 钱币的符号 代表你要出多单 加进多单 钱币的符号出多单 那空头走势的呢 空头走势你要看卢宏 只要是每个高点都要空 每个高点都要空 所以说今天涨到高点 我还是说要空 现在今天卢宏还是很强 涨了4块多 323.5 可是如果你每个高点空 每个高点空 每个高点空 你到现在 也只是他在做一个盘整的动作而已 也不会有什么亏损的问题 我就说很多的老师 不管是做多 做空都好 他不会去空在一个好的点位 他都空在那种 已经跌下去了 然后呢 跌了以后 空以后反弹上来 你就亏了 做多也是一样 很多的老师喜欢去追涨停板的 喜欢去追强势股的 强势股的 你底下已经插了人家30%了 涨了30%以后你去追 一个不小心这个形态破坏掉了 没有出现的时候 你就是亏30% 还有哪一支 统星 这边加叫做买进 然后呢 这边减码 统星我比较偏空看待 因为他2月营收怎么那么高 3 4 5月营收还没有2月高 那代表他的公司 是不是有可能把 他的营收灌到2月去 所以说统星稍微偏空看待 还有哪一支大宇支 大宇支这边就出现了卖出讯号啦 你要买要买在这里 买在最低点买在120 然后呢涨上来你这里是要粗掉的 赚了一倍要粗掉的 这个加都可以选得出来 这个卖出也可以选得出来 所以你不要说 哎老师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大宇支那一天可以买进啊 你只要把电脑设定在那一天 那个出现了钱币的讯号那一天 你去搜寻 就可以搜寻到大宇支这档股票 所以你想要知道怎么操作的 现在是要去布空哦 不要说哎老师你现在要找一支标50%的 我说没有 你现在要先跟着我布局回档50%的标股 回档到低点的时候 我们会再去买进涨的个股好不好 如果你想要知道 我们的台北厂在哪里举办这个演说的 广告之后把电话拨通 我们明天见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